全球热到暴 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也没能幸连 南韩已经连续一周逼近摄氏40度 透过热感应器可以看出 从马路 公园到大楼 全部热到快50度 路人中暑 博又裂开 38度线的另一头也没好到哪里去 平壤气温虽然没有比首尔高 民众生活却惨得多 因为北韩基本上无电可用 有钱买冷气也无法开启 想散热全靠抗暑三宝 平壤这家餐厅人满为患 不过这一碗碗的肉汤 生前都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其他国家可能为之色变 但很少吃肉的北韩人 视为能降温的争修佳肴 不过眼间的南韩媒体 却注意到这餐桌这样的东西 原来北韩人现在越来越吵 连大妈都自备Hello Kitty迷你风扇 到哪吹到哪 也很怕热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虽然没多盖几座发电厂 倒是翻修了平壤文殊水上乐园 眼看徘徊日本上空的台风外围环流 让朝鲜半岛越南越热 北韩人的重暑危机 短期内恐怕无法解除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